我跟你們講 現在雨啊 算雨水不多 可是這邊的瀑布非常的磅礡 你們看 有沒有覺得超漂亮的 嗨 早安 應該是福安 我們現在來到的又是瀑布啊 現在在宜蘭東山 我們現在來到是金鳥瀑布 我現在走了一段 大家有看到後面有什麼飄渺 因為金鳥瀑布 都不分兩個 然後金鳥瀑布 就是要碰到第二層的那個吊橋 可是啊 因為就是 因為雨的蟲子房 所以那邊那一區就有點上座 沒有全部完工 所以第二層才沒有開放 那我現在就帶你們 說哇 會有可能 沿路上的話 其實蠻多樹的 就會其實蠻涼的 然後在這邊的瀑布這邊啊 就是它的階梯啊 有些是木頭階梯有些是石頭 可是軸心路的話 我覺得還算OK 只是如果老人跟小孩子來 可能不太方便 我跟你們講 現在雨啊 算雨水不多 可是這邊的瀑布 非常的瀑布喔 你們看 有沒有覺得超漂亮的 沒有 這邊瀑布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這種瀑布的地方啊 它的布里石的含量 就會非常的多 那 布里石怎麼形成的呢 十四大 十四大 十四大出來了 部分由高度落下來 然後它的水 通到原始會飛散 然後飛散的時候 跟周圍的通氣 它會磨擦 然後磨擦以後 它會 就形成 負離子 然後這邊的負離子 很充沛 它一平方公分 大概有九千個 哇 所以它的含量 一定是比很多 我們平常碰到的公園 然後或是森林還多 因為 畢竟公園或森林 不太可能會有當瀑布 不會有水分子 才分片 所以 布里石的形成 就這樣形成 所以你們看 現在瀑布非常的瀑布 水分非常的充足 真的蠻大的 因為我們剛剛沿路上來的時候 像這個吸水的水沒有那麼多 可是你們看到 這裡的瀑布的話 總共是三個長 大概有三十公尺 從上面而往下流 感覺瀑布背後 好像有水連洞 感覺有孤空住在那邊的感覺 我覺得這裡很棒 很漂亮 水連洞在那邊 沒有 這上面很像 對 所以這裡蠻多人會來這邊拍照 甚至啊 其實你站在這個地方 往後拍它的瀑布 就非常的龐大了 我覺得很厲害 雖然第二層不能上去 可是來到第一層 我覺得就很值得 而且沿路大概走 半個二十到三十分鐘吧 就到了 所以我覺得還蠻OK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介紹 其他給大家囉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